蹦蹦哈喽youtube 哈喽大家好,我是Jean 今天呢,怎么开场版有点不一样呢? 因为呢,现在我在模仿一个很有名 在日本很有名的youtuber 但是呢,重点不是这个 那么呢,你可以看到呢,我的背景又换了 那么,没错,现在又回到我的老家了 那么呢,现在我要介绍一个东西给大家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北海盗,不懂想念 北海盗,冰淇淋 OK,哦,这边看到了 北海盗牛乳,应该是 这个呢,是牛奶口味的 还有一个呢,我拿了两种口味 还有一个口味呢,就是 店员呢,跟我讲呢,这个是牛奶巧克力的口味 那么呢,这个 这两个呢,是不是 是有点像那个Waffle Ice Cream 看起来是 好像外面都有卖这种普通的那个Ice Cream 但是呢,这个是日本的北海盗Ice Cream 所以今天就来试吃这个Ice Cream 但是呢,有一点特别的就是呢 就是单单这样普通的吃这个Ice Cream而已哦 就是,放进烤箱里面呢 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呢? 因为我还没有试过,所以我会把它切成一半 然后呢,一半呢,是吃普通吃的 然后呢,另外一半呢,用那个微波炉 看看 到底又 又是怎么样的分别呢? OK,那么呢,现在就去那个微波炉那边 OK,那么呢,现在先打开这个 另外一口味的先 那么呢,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么呢,这个一半呢,将会拿来 哦,它一半里面是这样的哦 这个呢,将会放进微波里面 哎呀,等一下 诶,练习 嗯,OK 啊! 这样才对嘛 这个呢 这个呢,是放进微波里面的 这个呢,一半呢,先放在烤箱里面 然后呢,这个呢,是巧克力 牛奶口味的 那么呢,咦,从哪里开 一样吧 不能拍一样,应该也是可以的 嗯,下面有什么分别 嗯,下面有什么分别 诶,这个比较不一样 这五层啊 哦,可以看到里面有巧克力 OK 那么呢,一样的 把它切成一半 OK,这个呢,一样的 放在烤箱,呃,微波里面 这个呢,剩下的放在 冰箱里面 这个是原本的口味 OK,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 是因为呢,听说呢,这个 如果放在烤箱里面 差不多有45秒的话 就可以变成好像那种 Waffle 饼的那个感觉 所以呢,今天我就来 试试看这个 黑海盗牛奶口味的冰淇淋 跟那个巧克力牛奶口味的冰淇淋 试试看怎么样子 但是呢,我的微波里呢 那我的微波里只有1分钟了 这个时间 但是不用紧,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吧 OK 打开 打开 要打开这个要有技巧咯 要这样 要这样打才可以 啊 OK 然后放在里面 OK 1分钟 应该可以吧 OK,打开开关 诶 开错地方了 差个又放手 OK 1分钟 400万应该可以吧 400万 1分钟 OK 3 1 2 3 开始 哦 有点恐怖 有点恐怖 现在两个都融化了 OK 现在呢 管掉开关 又要再开一次 1 2 1 0 融化了 但是应该没有关系吧 先把它拿出来先 结果呢 这边呢 是一个 融化的ice cream的影片 变成这样子了 要先来试试看怎么样 嗯 便宜先尝尝这个巧克力 嗯 我都没有吃这个东西的影片剧 真好吃 因为 这个东西样子太浪费了 所以 没有办法给你们看 看 然后这个牛奶口味是这样的 这根本还保持原状 它就变软了 一样变软了 还蛮不错 我 这边呢 在吃东西的水果影片 那么呢 觉得这个呢 还是放平下来好吃 OK 那么呢 因为刚才那个东西已经失败了嘛 所以呢 现在就试试看那个 原味的那个原本的味道 是怎么样子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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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呢 放在冰箱会更好吃 嗯 嗯 嗯 这些都是牛奶口味的 那么 要尝试这个 巧克力口味的又是怎么样的 这好像是多了一个巧克力饼的味道这样子 所以呢 我要觉得好吃的话 肯定是选择那个牛奶口味的 就好像 这个好像多了一层东西这样 所以呢 今天的试试影片就到这里了 做别人吃东西的影片去了 OK那么 喜欢我的影片哦 请在下面 按赞留言 并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哦 谢谢大家 拜拜